如何用布织布做桂花糕 花样多变的中式点心一直广受大家的喜爱 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来教大家如何用布织布做桂花糕 你将需要白色布织布20厘米乘20厘米 深咖啡色布织布3厘米乘13厘米 绣线直径1.5厘米的棚头一个 针线棉花 小圆串珠红色约70颗 第一步取长6.5厘米宽1厘米的白色布织布制作花蕊 把布织布卷成圆形后缝合侧边和底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步 制作8片花瓣 取长6.5厘米宽1厘米的白色布织布16片 每两片重叠后再对折 用卷针缝合 第三步 取四片花瓣云花蕊缝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在花瓣与花瓣之间各追加一片花瓣 底部混合 第四步 贴合另一片底部 将花瓣中填入棉花 然后再贴上深咖啡色的线片 修剪底部边缘 修剪底部边缘 以蓬头为中心指缝 边卷区边缝合几处 将珠子定位 甜而不腻的桂花糕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桂花糕创制于明朝末期 高质细软滋润 色泽洁白 具有浓郁的桂花清香 入口化渣 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老少咸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